大家好,我是立方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民间故事 也是一道好菜 名字叫东坡肉 也顺便讲一讲东坡肉的来历 话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刺史的时候 它是用心来治理西湖 四周的西湖 不怕烙也不怕汗了 不但风调雨顺 杭州四乡的庄家得了个大丰收 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感谢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好处 过年的时候 大家就抬着猪担着酒来给它拜年 苏东坡收下了很多猪肉 叫人把它们切成方块 烧得红红的 然后再按治理西湖的民工花名册 每家一块将肉分给它们过年 太平的年头家家户户过得是好快活 加上苏东坡差人送肉来 大家更是高兴了 人人都夸苏东坡是个贤民的父母官 并把它送来的猪肉叫做东坡肉 当时呢杭州有家大菜馆 菜馆的老板见人们都夸东坡肉 他就和厨师商量 哎 我们也把猪肉切成方块 烧得红酥酥的 挂出牌子 也取个名字叫东坡肉如何呀 厨师说 好主意 新菜一出 哇 那家菜馆的生意就兴隆极了 从早到晚顾客不断 每天杀石头大猪还不够卖呢 别的菜馆老板一看 眼睛可就红了 也学着做起来 这一时间不论大小菜馆 杭州市家家都有东坡肉了 后来呢 干脆就把东坡肉定为杭州第一道名菜 这就是东坡肉的来历 苏东坡为人正直 不畏权势 朝廷中的那帮奸臣 见到他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 心里很不舒服 很嫉妒 他们当中有一个浴室 乔装打扮到杭州来找茶子 存心要陷害苏东坡 当时呢 浴室到杭州的头一天 在一家馆子里吃午饭 唐官就递上了菜单 请他来点菜 他接到菜单一看 头一道就是东坡肉 他就皱起眉头 想了一想 不觉高兴地大拍桌子叫道 我就要这头一道菜 他吃过了东坡肉之后 觉得味道可真是不错 向唐官一打听 知道东坡肉是同行公认的 第一道杭州名菜 于是呢 他就把杭州所有菜馆的菜单 都收集起来了 兴冲冲地回京去了 御使回到京城之后 马上去见皇帝 他说 皇上啊 苏东坡在杭州做刺事 贪赃忘法 把恶事都做绝了 老百姓恨不得要吃他的肉呢 皇帝说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可有什么证据吗 御使这个时候 就把那一大碟油腻的菜单 递了上去 这皇帝呀 本来也就是个糊涂蛋 他一看菜单 就不分青红皂白 立刻传下圣旨 将苏东坡辞职 远远地发配到了海南去充军 苏东坡被调职充军之后 杭州的老百姓忘不了他的好处 仍然像过去一样赞扬他 就这样 东坡肉也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直到今天 他还是杭州的第一道名菜 好 那么 今天的东坡肉的故事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 我是李方 我们下次再见 请订阅点赞